請問 請問 全新飛碟App 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先看一下 這個 今天 今天大概 自由時報也有 當然自由時報是帶著一點點的爽 在談這條新聞 總之從台灣的入境的檢測 那我们的海外的大陆的朋友们回头去看一下呢就是大陆的疫情大概是啥样子 因为大陆并没有并没有一个很实质的就是因为各个城市现在都在大大爆发的情况 那因为一个大大爆发嘛 所以你看到习近平在元旦的讲话的时候呢 谈疫情安抚人心谈经济对台湾呢 那两岸一家亲那一句话呢带带带过去 好那换到重点呢都是对14亿人的安安抚稍安物造 那因为今天已经1月3号了 在5天之后呢1月1月8号大陆呢就解封 那大陆大陆解封了之后呢进出无碍啊 一切的生活就回到呢正常 那我也知道呢在这三天假里面呢 其实大陆的几个大城市 不管是我看的或者是朋友传传给我的啊 好那个各个地方看看起来大家跨年跨跨的还挺欢的 好就就是呃有想想受到那种就就就就是我要跟病毒拼了 就是呢我不怕就是我出门的就跟病毒拼好没 每个人大家呢都出门了去去跟病毒拼 餐厅里面的也也塞满了人啊就哎我们也就那么流流流话嘛 好就让我多的这个呃放假时候的去餐厅吃饭的都排队一小时以上 啊那个呃我对对对不起啊我我那天我那天讲说排队一小时还还好吧 我我觉得我失言 我失言原因并不是排队排队一小时短那当 喜欢喜欢喜欢吃的东西你又没没定位啊那那那排队啊 那个大天津地我只说因为大陆冷啊有尤其呢在在北方啊那天天气冷啊要排队排一小时啊 那个那个那个煎熬好吧但是表示呢大家都往外头冲好那呃因为因为呃像经上广深的北上广深啊这些这些地方呃的疫情的大概高高峰期的都已经过了好所以所以慢慢的除了少数国家之外 我呢我我昨天看到的像泰泰国泰泰国的敲锣打鼓就让我几年前三三年前去泰国曼谷一样 三年前武汉的爆发疫情的时候呢我我在我在曼谷会感受到的那个曼谷对对对对大陆的那个发自内心的那种的关心啊 我在曼谷因为因为2020年的时候在在武汉爆发疫情的那个农历年我在在泰国国过年 那本来我要去上海的结果呢疫情爆发了被封住了所以我本来要在曼谷转转机的结果转不过去我就干脆就停在曼谷 所以呢在曼谷呢就意外的呆了呆了7天啊那本来是在苏美岛 好那苏美岛的到到曼谷但是曼谷那7天啊让我发发现哇整个的曼谷的街头的跑马灯啊 大楼上面的跑跑跑马灯 呃 用中英文啊 那泰文我看不懂啊我那那就算了哈但是呢都是都是英文的呃中中文的汉字打的武汉加油武汉加油 那你会觉得你你我你因为你到了你到了中国你知道吗甚至于到一些的华人呢比较常去的卖场了 你也你会看到那个卖场上面啊的那个都都都贴着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像是像是这个呃 呃就说的这种的关关心的明信片一样的这个小小卡片 你在你在华人的一些的常去的一些的卖场的时候 你都你都发现的上面的都贴着汉字的武汉加油武汉武汉加油 好那泰国现在也是一样热烈的开门的欢迎大陆观光客 好那欧洲的现在基本上也欢迎哈所以我们大陆的朋友呢可以开始 开始准备你的过年的规划总而言之的疫情的高峰期就已经过了好那那这个这三三天价我估计大家 也都已经经过了压力测试了好所以大陆的这波的疫情开放的压力测试大概是过关了有关于这方面的判断了你就呃海外的观众啊海外的这华人呢你就就不用看那些的大苹果三明治啊或者看那些的 西方的官媒啊那天那那种那种的呃中国不不解封也也也骂就清零也骂然后呢解封也骂那种的那种的怎么样都都都在骂幸灾乐祸的口吻刷了吧就连大陆的疫情现在的情况啊基本上面都是看不看不太懂的 不过呢我觉得大陆的疫情的高峰期过了好这最最最紧张的时候大概是过了不当然过了并不表示说每个人都安全好比如台湾台湾的昨天一万一万六六六千多死亡的人数的每每天的总还是会有十几二二十个三三十个都还是会有的那大陆的也一样所以 秋冬季节嘛本来就是了老天爷收人的季节哈所以现在有疫情呢那老人家或者是如果如果自己染疫了之后呢发现发现自己咳咳得非常深的那你就要留意我是说你你总应该分的分得出来咳得很浅的那种那种在喉咙里面的在咽喉里面的咳跟那种那种就说呢从肺里面咳出来那种感觉你要能能分辨当然如果是如果是呢嗯 是失去意识的就在在照顾当中的老人或者是不会讲话的小孩那你可能没办法分辨你只能听啊但是你可以你可以听得出他那个咳嗽的深浅的程度上呼吸道的感染跟下呼吸道的感染那个意义非常不一样啊所以如果如果有那种很深的咳的时候呢那就稍微留意一下看医生的比较重要好那到底疫情怎么样了台湾的台湾的就说呢入境的筛筛检 那昨天呢是台湾入境入境检测的第一天入境检测的第一天呢那大陆入境啊的检测的结果呃进来的有524人524人被裁减146个人确诊阳阳性率呢27.8%超过四分之一 那换句话说上飞机那我那那那那一段飞机基本上就是大家来传染的好那那进来了之后呢大概呢嗯超过四分之一是确诊的那也在告诉你就是今天在大陆的地区你的周围我估计那个那个确诊的比例一定高过这个比例 所以以航班当中的确诊人数来看确诊比例来看大概可以确定啊大陆现在的疫情 那经常是阳阳阳阳阴率百分之三三四十大概是合理 我我之前会觉得太夸张了吧传的这么快吗 可是以现在台湾的这自己呢入境之后呢第一天所做的快拆情况来看 OK那百分之三三四十可能都还都还保保守一点啊好所以现在还是在一个在一个快速传染期但是呢高峰期大都会的高峰期大概是已经过了所以这个过年呢 南来北往的车流会很多以这光是这三天你用这三天的去看了大家大家的规划生活跟跟出门然后去过节 然后呢过这过正常日子的那个欲望你去推断的今年的农农农历年大陆的农历年大概会是怎么样子 虽然不会像是往年我常开玩笑讲的因为这个话是我最早讲我说我说我说地表上面啊最可怕的动物大大迁移的就是中国的春运好那 这个这个动物动物大迁移的今年大概不会不会像是像是像是没有疫情前这么夸张不过就绝对会比前两年要来的夸张很多 所以呢你要早点做准备好那这个羊羊性率呢百分之二十七点八那医生的呼吁呢要加强检测 那台湾的本土呢也在一个一个升温的状态好再来呢好先先回到台台湾了台湾在在这两三天的时间了两条的两条的社会社会新闻的真是真是让人家觉得觉得不知从何讲起啊呃台南的台南市警局的督察长 那要务必自辅啊而后重生啊台南的黑枪台南的治安那八十八枪到现在为止呢案子都还没有破 那传闻甚多那原来的原来的这个民进党的中指尾 那终于呢好那被点名了之后呢被起诉了之后呢好请请辞了 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子结了吗没有啊在周末的时间呢台南市警局的督察长 然后在妹在新竹 现在的案情的故事大概大概是讨债 那但是被那新竹新竹新竹市警局呢就也也不知道他是谁就围堵 他准备要拒捕 好那后来呢后来就就反正就被逮了 逮了以后呢就是两大过免职 两大过免职他哀哀叫觉得觉得不公平 觉得他是清白的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剩下的就就交给司法 我只说台南市警局的督察长 督察长 简单讲就就就就是 警察系统里面的政战官了 那 你是 你是 负责做内控的 保房的 你也可以说的是一个警局体系里面的 二把手 那 局长方养明 那当然就尴尬了 那现在 有传闻说要把关 那或者 可能要要 我不知道了 总而言之呢这个事态还在发展的当中 可是市警局的二把手 中指尾 然后 八十八枪 然后牵涉到的讲起来的都是地方的光电 然后 民进党的地方的市议员 的竞选总部 选前被被开枪照样高票当选 我 我不知道怎么 怎么怎么 我 我不要再去 再再去调侃我们台南市民 我只是说 你生活在台南 没有感觉到吗 那 那八十八 八发子弹 八十八枪的 我已经我已经在提一个 提一个大问号 就说 台湾的枪真多啊 台湾的子弹真便宜啊 那 那八十八发 算是警告警告式的 但是 哪怕是警告要发泄啊 一次打个八十八八两个地方啊 分头开枪一个一个一个打五十发一个打三三三十几发 那还是 那不只是 嚣张啊 而是 你可以你可以看到他手手上的库存的弹药量 想必很丰富啊 好吧台台湾什么时候 我们我们是有枪管的地方啊 什么时候 黑道 已经 已经测身于总总统的旁边 可以在呢党务系统里面 当中纸委 开会议员 已经的进到了庙堂之上 呃 旁边的还有呢 市党还可以有有市党部主委 那也都是呢 被被点名的黑道 那民进党还有脸呢 去去去点说谁谁谁呢 是跟真人吗 那个呢真真没意思 好但是 以为这样子已经很夸张了 但是昨天呢在桃园 桃园的这个叫叫做黑人的 这个 这个黑道 黑道大大哥 算看起来他 他值得在在做完牢之后呢 看起来转转去低调 不过昨天呢在桃园 倒垃圾的时候 傍晚倒垃圾的时候呢 在 刚下楼就被行刑式的屠杀 六发子的子弹 那当当场的 死在的街头 桃园 你你不觉得 这种的事其实 蔡总统 或者 苏书登昌院长换换不换呢 随你的变这个是你的特权 因为呢那个是你提名的 可是 桃园台南台南桃园桃园台南台南桃园 这大半年的台湾的治安的就在这两个地方啊 你不会有点好奇吗 蔡总统对这些事情难道都沉默都不回应吗 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再聊其他事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去问里里长为为为什么没有发到这样 不你不要担心啊 就说 因为我们 以美国现在对台湾的军事规划来讲 一旦 一旦有了 有了国土守备旅 国土防卫旅 以后 你家里面发 发枪的机会呢就大幅提高了 就大幅提高 呃 好 Quan Zen 不用伏兵意啊 只要懂八十八强就好了 对啊 嗯 嗯 好 我们 什么 PK 肖说哥们上海回台北都都中了 对啊我 我从我周围的朋友呢可以可以可以看的看的做出来 好 那 台南的三线一新 然后 桃园的黑黑道就是台南的警察 桃园的黑道 那 台南的黑枪 然后 桃园的行刑 那 那桃园桃园因为现在现在刚 这个地方新手长才刚刚上来张张张战正才刚上来 刚刚上来 一个多多礼拜啊 然后 枪枪就响了 呃 过过过去到底就发生了什么 什么事情 那 徐国勇 内阁还没有改组 徐国勇就先走了 说是身体的问题都都打包了就就走了 现在的 内政部长都还是代代理的 那 负责警政的跑得这么这么快然后就听得听说准准备又要又要回去开一开节目了 我不是不能不能开 开节目了反正 反正台湾的绿媒多吗要要要排个组成的位置那还不容易吗 我我我只说 难道不交代一下就说 这段时间以来 台南桃园 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两个地方 台南是绿绿到已经二十几年快三十年都是民进党的在当权 这一次也是兴高兴高采烈的全面指正 那 市长 市议会 都民进党 桃园 是这这次的激战区 那 不管是 原来的 郑文燦 然后 本来要交给林志坚 但是 林志坚退了 那 交给郑云鹏 杀到杀到真是刀刀见骨啊 但是桃园不管是 公共工程的品质 或者是 或者是治安 台普寨 那种 那种柬埔寨的那种传闻的当中 或者我看过的一些的一些的视频的残忍 在台湾也上演 然后 黑道 洗钱 人跑了 就能够在呢 要 要发动了发动了搜搜索钱 前一天跑了 标准的呢通风报信 那这个不意外啊 你你现在看到的看到的 警方的 纪律 警记 以及 地方黑道 的大哥 这个这个大 大哥 这个叫黑人的 这大哥 在 在 桃园被被当作是军火库啊 我都还 我都想说如果 如果这么有本事 那 桃园县长 刘邦有加的血案 你看到昨天的那样一个屠杀的 那种形形式屠杀的那种的气魄 跟刘邦有血案不有几分像吗 但是这些是事情 好像 对民进党来讲 每天的都在 都在呢编造一些的 花边 那你说不发钱 算了 这是蔡英文呢 自己或者民 民进党 民进党本来呢 本来就等蔡英文呢 借着呢 年前发红包 让所有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好过一点 等于是 拿公款 来帮民进党洗一波 那能够呢 冲洗一下 把过去段时间的煤气能不能冲掉一点 然后呢过完年之后 不管是总统 然后立委 不分区 的热战就要开始了 所以大家都等着在过年前能不能冲洗一下 但是现在看起来一点机会都没有啊 内阁不不改组 人不换钱不发 然后呢治安了乱七八糟 这个 这可以当当标语啊 人不换 钱不发 然后呢 枪 到处都是 你看到的这些的地方上面的治安 你会让老百姓觉得这是一个春安期间 可以安心过年吗 往年呢到了这个时候呢都是东房的时刻什么叫东房 就是就是春安了春安演习 就是过年前的时候 过年前 军方就要秀一下战备 那个呢就说 大家好好过年 那 这个的我们我们会会把会我会把这个就说呢 就说呢 就是国防安全这东西都会照顾好 警察也一样 那抓酒驾的然后呢查黑枪的 然后呢就要了一波的扫荡之后 让了这黑道消消消之所警惕 我过年前赶在赶在桃源这样子动手 我过年前的我的我的台南的都查长可以到的新竹呢来来办事 台湾还有希望吗 这光是这这三天的这这两档事而且好像的也连续句一样台南桃园桃园台台台南 谁出来交代一下反正反正 徐国庸已经跑了 那谁出来交代一下 钱不发 人不换 治安的事情 总是要交代的不然大家怎么过年呢 这个年 军方压力也很大 警察压力也非常大 那老百姓的压力不大吗 好 军方的压力有多大那大家呢回头去看一下昨天 的政经楼龙凤沛我大概把 呃本来本来我以为的是独家好不过不过当然就是因为因为上个 12月25号的那一波的解放军 呃 四十几下次过过过中线的那天的那天的反台独军演 那天的 的一些的细节 我看了之后呢触目皆惊心我说天哪彩虹似无人机都已经到了台湾北部外海了 这么这么这么近了 但是没没想到呢 这这次来的更近了 那周围的周围的情况的是非常非常诡异的 但是台湾军方 呃看起来都都都是很低调的 啊没没没没事没事 拜托呃就只差发防空警报了 但是 接下去 我觉得在台北 在台湾的台湾的台湾的 台湾的比例就说的林街区之内 你看到解放军来试探 不要觉得意外啊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 在202223年越来越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呃中美中美关系 那美国国务卿的布林肯 在推特上面的发文说呢 他在他的一号 跟要新上任的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 秦刚通的电话 讨论了呢 讨论了美中关系 大陆外交部和驻美大使馆的随后也发表声明说 秦刚的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一号 跟布林肯的通电话 秦刚说期待与布林肯继续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 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 好那秦刚的是在在去年底的发布的人 人士 那同同时间呢 那国国大办的人士呢 也换了 当从 从这个20大里面的中央委员的名单 可以看得出来刘洁一要下来的 刘洁一 这五年就好完了 就是 因为两两个关系太糟了 刘洁一 没有没有办法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就是 行事比人强 那宋涛 上来 送他上来会不会有不一样 我们待会讲 可是 同个时间 那外交 台办 都换人 这两个系统本来就联动了 那延续从 不管从王毅呀 那从 从 张志军呢 然后刘洁一 这些其实 都的都是呢 都是外交系统的 那 宋涛的也都是处理涉外事务的 好的因此呢 基本上面的是联动的 可是 在外交 换了一个 很年轻的秦刚 我说很年轻 他比我还年轻啊 他在55岁啊 那 王毅的已经 已经 七十出头了 好所以 秦刚的是很年轻的 换句话说秦刚 这个时候上来 如果外交部长做的不错的话 将来大陆的外交 很大一部分啊 以大陆的人事的稳定性来来讲 秦刚呢可能要handle呢大陆的 大陆的外外交人人士啊 外外交的外交政策要相当长的时间 外交换了一个很年轻的 可是 两岸两岸事务 就换了一个 很资深的 比刘洁一呢都还大两岁 我说比刘洁一都还大两岁 如果 如果不是想干点什么 那就没有必要换了 因为 刘洁一六五啊 宋宋涛六七啊 所以 在这种的情况下面 如果要换 表示 对于台湾台海两岸的关系 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任期 一定是有些新想法 同样的在中美关系上面让秦刚的到 去美国去过一下水 以驻美大使的身份回来接 接外交部长 这个当然 在中美关关系这这两个 他的重要的就是 习近平 把中美关关系 跟两岸关关系看起来在他的第三任期里面的都会看得非常非常重 好那 呃 接下去秦刚跟布林肯 要正式见面 秦刚被被认为 比较不是这么狼 被被认为了啊比较不是这么狼 虽然他在 在要离开美国前的时候呢他也 开玩笑讲说哎在介绍我的前面应该呢应该 应该加上战狼两个字 秦刚并不是这么狼我的我在我在看到到美国之后啊其实从道道离开 中美关系的这么的僵 不过 他基本上面 话不多 但是身段都还都还是软 就是 比之前的崔天凯的要相对来来讲的要幸福一点 所以你感的我我觉得 就他驻美的时间的相当相当长 可是 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 呃 都身上的就是一堆的伤啊 好但是没有没有办法在一个相对好的情况下面的离开美美国 但是秦刚当然也并不是说呢在一个很好的情况下离开美国 可是 他在美国的操作 相对而言我看到他过年期间 我之前稍微讲过他在他在他去年吧去年过年期间的时候 那NBA的这种的NBA到了到了 中国人农历新年的时候的比赛 都会现场张登杰在洗洋洋 你 我你如果有有过年期间啊 去美国看过NBA就就知道了 不一定要看火箭队 也也也不一定的要一要要看 要看什么什么勇浴勇士队 就是 很多的很多比如在華人多的地方了当然加加州會特别的明显 就是 有华人多的地方的那个 那个过年期间的农能农年新年期间 的这些了比赛的都会 都会张登节台 enseñ 然后秦刚去去发 trä洗堂 发红包 我觉得那个那个现场的气氛的是很浓厚的我我觉得大部分大部分的关系都要对着老百姓做才会有效果 政治人物之间高来高高去废话一堆要基本上都在盘算自己而已秦刚在这方面是有做些事情但是 中美的刑事格局就是这个样子很难的有怎么样的大幅度的改善 好那我们看的宋说宋涛的讲话宋涛在在大过年的期间呢那也首度呢 就接接下了 台办之后呢也首度在讲话 大陆新任的国台办的主任宋涛那昨天的发表新年的新年纪语 他说的2023年大陆的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在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的基础上面与台湾各界有势之势就两岸关系和国家统一展开广泛深入的协商 宋涛是这样讲了不过 我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怎么做他要如何呢去跟台湾各界有势之势 能够呢展开广泛的深入协商 你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 没想先先看先看先看今年的 今年的六七月的时候看看吧看看 呃最早可以先看一个人看蒋万安 蒋万安是台北市长 蒋家的第四代 蒋万安的今年的双城论坛 民进党门开不开 呃 对大陆来来讲 听到蒋家人吗 多多少少会有一种的那种的 历史的穿越感 那蒋万安现在当了台北市长的之后 那有这种的历史的穿越感 又有双城论论坛 宋涛又上来 民进党的现在蔡英文的又 又稍微放了一点点的软调子 把抗中保台的抗中的藏起来先放到口袋里面 从另外口袋里面的拿起来再贴贴上去 就是那个标语上面呢 再贴上一张贴纸 本来是抗中保台在抗中上面的再贴上一个和平 但是如果你把和平两个撕掉了之后 他底下还是抗中啊 好那 当如果如果蔡英文真的就是放软软调子 虽然我说 马后炮啊就是说的元旦的时候说哎我们愿意帮帮助大陆法防疫 我说 tulay 就是比比布林肯比是世界各国都还要慢了 那就 算了不过讲讲比没有讲好了 虽然大家会觉得说啊你你这个时候想干嘛 大陆你看到过过年 呃 这三天假大都已经过成那样了 你要你要帮帮什么忙呢 更何况你说你看你苏贞昌跟你卫福部的这样一个薛瑞元的这样一个讲话的那腔调所案了吧 好不过 蔡英文如果说真的 觉得觉得抗中保台不对 觉得哎 人家布林肯的都要去访问了 觉得呢 习习卖会后呢 中美的关系的调子的放缓和了 大家呢今年呢可能争先恐后的都要到到到到北京 那去 去朝圣 那去重重新的去修补关关系 大家都在排日子 你看到很多的国家包括 包括呢巴西总统的鲁拉新任的总统的鲁拉就是说他现在正在争取 他优先争取要访问大陆 鲁拉在巴西啊在南半球啊大文他说你接下去呢有一些的出国的访问啊 那周围的国家是不是该不该拜访一下啦 那到底是阿根廷啊等等是不是该去他说我优先争争取 那大陆到大陆的访问 虽然是这样 但是蔡英文如果这样做那那那就看放不放 宋涛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каб龍局我觉得是不愧的 并不够是 expri全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